大家好 我是陳漢祖博士 是馬來西亞聖經神學院的研究學者 經過三輯信仰無添加 我們探討過基督徒在生活、教會、情緒、價值觀方面 遇到的信仰疑難 這一輯就會圍繞家庭 解答由選擇伴侶建立家庭 到夫妻、父母、子女之間會遇到的信仰難題 讓我和大家繼續 對信仰有一個正確和清晰的觀念 父母可不可以打子女呢? 打子女當然不可以打 這麼難得才生得見 每個小孩都是金波羅來的 生了出來哪裏還捨得打 要打也打隔離屋的小孩 整天打機,吵冤霸佩 愛兒女不代表不管教他們 真言23章說 不可不管教孩童 如果我們真是愛兒女 我們一定要好好地管教他們 免得他們行差答錯 真言13章也告訴我們 如果我們不忍心用仗打自己的子女 就是恨惡他們 如果我們真是愛兒女 一定要好好地管教他們 真言22章15節說 愚夢迷著孩童的心 用管教的象可以遠遠趕隨 父母溺愛兒女 反而是寒了他們 小孩缺乏人生經驗 很多時候不懂得分對和錯 父母是有責任教導他們 幫助他們的 而且管教其實是一種愛的表現 希伯來書12章第6節說 主所愛的,他必管教 上帝愛我們,他也管教我們 所以我們愛兒女 都要好好地管教他們 既然你這樣說 其實我都忍了很久了 激起我的火 這次還疼蚊豬肉 讓我用一下狼牙棒 小孩,別走 阿閣書提醒我們 要慢慢的動怒 因為人的怒氣 並不成就神的義 做父母的 也要學會控制自己的怒氣 因為我們看佛義女 並是為了發洩自己的憤怒 適當的看佛是可以的 但千萬不要造成身體的羊打 而且如果我們懲罰了子女 你一定要讓她知道 為什麼你打她 要讓她在錯誤中學習 那她才會成長 做父母的也要學習 接納和原諒自己的子女 耶穌在馬太福音說 我們原諒人要七十個七千 做父母的也要常常給子女 機會悔改、接納他們 聖經詩篇第127篇 第三節 二女是野我所刺的產業 所懷的胎是她所吸的賞賜 二女就是我的產業 一切由我決定 我和Mary已經計劃好我們二女的人生 我的兒子要像我這麼厲害 讀學士、讀石士、讀二十個PSC 這條路一定沒有死 哈哈哈哈 但是詩篇127篇第四節也說 少年時所生的兒女 好象勇士手中的賤 賤總有一天要射出去 兒女也總有一天要離開父母而獨立 兒女的人生並不屬於父母 兒女來到這個世界 並不是為了滿足父母的期望 或者彌補父母生命的不足 父母一定要學習 給兒女有一個充足的發展空間 上帝對我們每一個人的人生 都有美好的計劃 詩篇139篇第14節說 我要稱謝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為 你的作為奇妙 這是我心、心智度的 第17節也說 神啊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 其數何等眾多 聖經告訴我們 上帝對我們每一個人的人生 都有極美好的意念 上帝對我們有很好的計劃 人生命的主權 不在於人而在於上帝 就算不在我五指山裏面 我都要去贏在起跑線上 幫他補 興趣班可以了吧 星期一珠雪 星期二讀心術 星期三沖咖啡 還有補中英素通識 究竟甚麼是對子女最重要最好的呢 是否去多些興趣班 補多些雜 就是對他們最好呢 比小孩學多些東西 雖然是很重要 但最重要的是 比子女從小在教會長大 針言第九章第十節說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認識智聖者便是聰明 如果我們真的希望我們的子女 有智慧又聰明 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讓他們從小就認識耶和華 一生跟隨上帝的腳步 這個世界競爭越來越大 如果是幼稚園讀不好 小學就讀不好 小學也不好 中學也不好 中學也不好 就進不了大學 那他一輩子馬玩軟 父母擔心子女 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們擔心 很多時候都不能做些甚麼 最重要的是 要為子女討告 《彗立比書》第四章第六節 應當一無掛淚 只要凡事藉著討告 祈求和感謝 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上帝的心意 是要我們一無掛淚 將我們所關心的 所擔心的都交託給他 很多時候我們自己做不到些甚麼 但是討告能夠改變 世界有一位出名的報道家 郭培利牧師 他的兒子郭福林 在小時候都不肯信主 而且是很反叛的 但是郭培利牧師 並沒有放棄他的兒子 繼續為他的兒子討告 今天他的兒子不僅悔改 而且成為神很重用的一位仆人 我們的討告 上帝是會垂停的 教養孩童 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當行的道就是上帝的真理 聖經的教導 父母怎麼能夠教導子女 認識上帝的真理呢 最重要的就是以身作質 在日常的生活中 為他們做一個好的榜樣 父母能夠給子女最大的祝福 可以留給他們最好的資產 就是信仰的生命 我們做父母的也要學習 將子女交託給上帝 有一天子女是會離開父母的 或者父母也會離開子女 只有上帝能夠帶領他的一生 將上帝的說話 即是在子女的心裡 就能夠帶領他們 連他們一生都不偏離